hello大家好汽车阳村张晨 那么在10万左右的价位呢 想买一台合资品牌的小型车 飞度和Polo都是我们曾经非常推荐的选择 那么现在全新一代的飞度来了 它和新的Polo Plus比起来 你应该怎么选呢 今天我们在车上给大家两台车静态对比体验一番 那么两台车呢在尺寸上相仿啊 那么新的飞度在车的高度上要更高一点 在轴距方面它要比Polo Plus稍微短一点 而且新的飞度分为两个版本 潮跑版和潮越版 那无论潮跑版还是潮越版 它这一代飞度整体的设计都是变的 大眼睛萌萌的这种感觉 非常的可爱 可能会更多的吸引很多女性的车主 那身边这台就是潮越版 它是cross车型啊 升高了一些底盘 然后呢增加了一些防擦条的设置 更加有一点点啊 这种户外的味道 所以它的车高相对来说也更高一些 说一下车轮的配置 185 60 R16啊 作为小型车 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配置 另外看到后轮啊 这两台车使用的都是后轮的古刹 这也是小型车一般常用的配置 其实大家都会觉得给一个盘刹会不会更好 确实颜值会很高 但其实对刹车的制动力表现提升帮助不大 因为它的首先呢 185的胎比较窄 另外这么小的一个车 刹车的负载也不会特别的大 当然给了一个盘刹 这个看起来就更帅一点 当然价格也会上去了啊 来到车尾啊 这个整体呢 保持了和前面一样圆润 可爱卡哇伊的这种风格 看后备箱空间 后备箱的空间大概是不到我一臂的一个距离 然后它的后备箱呢 开口还是比较大的 搬运一些物品 还算是应该比较方便 然后下方打开是一个小小的储物的空间 这边还有一些工具 另外它的座椅还支持四六放档 我们来放一下 可以看到是一个接近纯平的一个状态 这稍微有一点点的角度 整个的储物空间还是OK的 我们来到车内啊 这一代飞度的内饰变化是非常大的 整体变得更加的时尚简洁 非常有这种潮流感 另外可以注意的就是它的双A柱的设计啊 能够让驾驶的视野看上去很不错 这个双幅的方向盘也很可爱 上面有一些多功能的按键 整个的握感也是不错的 在做工用料方面 这个毕竟这个价位 大家不要奢求太多啊 这里全都是硬的 座椅的舒适度是非常出色的 本田在这里面用了很多的小心思在里面 给人的整体的支撑性啊 包裹性柔软程度都是不错的 相当的舒适 它的一大特点就是储物空间的方面 非常的出色啊 比如说这里打开是一个小的储物盒 然后下边还有一个手套箱 另外这个出风口两边 这里一个杯架 这里一个杯架 你的饮料就可以和你的空调一样 变冷变热都是可以的 这边有一个小小的储物 然后还有USB的接口 以及点烟器的接口 另外这里使用了一个手刹 海外版的车型是用了电子手刹的 变速箱使用的是CVT啊 这一次的飞度取消了手动挡的版本 来到后排啊 腿部的空间有两拳左右的这样一个距离啊 作为一个A0级的小车来说 这一个是非常令人满意的 虽然它的轴距是没有Polo大 但我们去看Polo有多大 它这个表现都可以跳二郎腿了 头部空间也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刚才说了 它车身高度其实还是比较高的 座椅的舒适性表现上 我觉得和前排差不多啊 也比较舒服 这个靠背的角度 倾斜程度比较适中 坐垫呢 相对来说就偏短一点点了 中间地台并不是很高啊 坐一下啊 这个中间座位就比较硬了 而且两边相对来说还是会窄一点 后排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头枕 但是没有这个扶手箱啊 作为这个级别 也是正常的表现 另外要说的就是本田的这个魔术座椅 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首先这样是可以放倒 另外再抬起来 那边的座椅也同样的操作 这样的状态呢 它就可以拉一些更多的货物 包括一些更高的植物啊 这个有1米2 1米3的东西 都是可以放的 现在只有朝越版车型上有 朝跑版就没有了 后排配置方面就比较干干净净的 就两个小的储物的空间 出风口USB接口什么都没有 前面有一个正常尺寸的小天装 接下来我们来到这个POLO PLUS啊 可以看到它整体的造型设计 给人的感觉就更加的精致一点 更加有都市风的感觉 另外它整体的车身的尺寸啊 轴距要更长 但是车的高度要低矮一些 更加像一个标准的两箱轿车 来看后备箱 由于车身高度啊 所以它整个开口是要比飞度要小一些的 但是它的近身 近身是要比飞度大一些 而且它下面呢 还有一个下沉式的设计 所以它整个的储物空间啊 目测是要比飞度要大一些的 但是它的这个地台的高度是要比飞度要高 所以女生搬一些重物会相对来说麻烦一点 另外呢 它的后排的座椅是不支持四六放倒的 只支持一个整体的放倒 放倒之后呢 还和地台有一个这个台阶啊 所以在这个表现方面是不如飞度的实用性强的 到车内啊 这台车的配置是自动挡的最低配 指导价是十万九千九啊 那我感觉啊 刚才我们试的那台飞度 它的指导价可能也会在十一万左右 所以正好来比一比 整个内饰呢 大众的风格 这不用多说 但这里面大家非常明显的注意到 屏幕都省了 放了一个手机支架 看起来比较突兀 对不对 但是没关系 你把手机往这一放 是不是又显得高档了一些呢 当然它的高配车型呢 也是有一块液晶屏的和那个飞度是一样的 在做工用料上啊 做工 其实和飞度是差不多的啊 合资大厂都没有什么问题 但用料上和飞度一样啊 这里面基本也都是硬的材料 但是其实它在一些细节上 比如说在旋钮啊 然后一些装饰啊 包括门板上都用了一些这种金属的搭配 其实它会显得相对来说 比飞度更加的精致一些 在储物的空间方面 就相对来说比较常规 没有飞度那么的有想法 但是它好在哪呢 这里给到了一个小小的储物盒和一个搭手 同样也都是一个机械手杀 在座椅的表现上 其实整体的表现也不错 而且其实它这个一体式的座椅造型还挺运动的啊 但是它的填充物呢 相对来说要比飞度要稍硬一点点 另外就是方向盘的手感啊 这个也不是皮质的方向盘 手感我觉得没有飞度的那个出色 来到后排啊 腿部空间啊 一拳三指 这个是没有飞度的表现好的 虽然它的轴距要比飞度大 所以本田确实在这个车身空间利用率上面 MM理念啊 这个车内人员乘坐空间最大化 机械最小化这个理念 坐的确实是出色 头部空间啊 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 虽然它的造型比较低矮 但头部空间还OK的 天窗的尺寸是要比飞度大一些的 虽然整体来说都不算大 但相对而言更大一点点 好来到中间啊 这个首先坐垫是没有问题的 靠背也比较软 但是这里很明显 就非常的难坐人 我觉得成年人应急短途坐一坐 还行吧 但下面这里确实没有飞度那样的宽敞 中间的座椅也是有头枕 但是也没有这个中央的扶手 在其他的配置方面 同样没有出风口啊 没有电源接口 有一个小小的储物盒 经过一番体验之后呢 在空间和舒适度实用性上的表现 那么飞度是领先于Polo的 而Polo其实在精致的这种质感程度上 是要强于飞度的 当然我们忽视那个手机支架 因为低配的飞度也是没有大屏幕的啊 另外在价格方面 虽然飞度还没有上市 但是它的预售价是8万多起售 是要远远低于这个Polo 9万9千9的起售价的 但是Polo由于上市时间早 它有不错的优惠 所以其实在接下来一段时间 它们两个价格还是会有很大的重叠的 那么从静态方面来看 如果追求实用就选飞度 如果追求精致就选Polo 当然那么全新的飞度开起来怎么样呢 关注我们汽车公圈 我们会尽快带来试驾的体验 拜拜 感谢观看